星期四的時候 有一股微弱的東北季風將要進來 強度的部分來說呢 是偏弱的 不過我要提醒大家 這禮拜六是彈性上班 華南雲帶將要逐漸的東移了 最主要的影響在週六到週日這段時間 你如果出門上班的話 你要背著雨居了 你會問我說會不會下雪 嗨!所有忠實新往往的朋友 大家好!新年之時日 恭祝大家 新年快樂 兔年吉祥如意 兔年發財發財 不過講完了這部分 你看到戴老師的出現 當然就是要來講氣象了 那我們就來講講 這個禮拜 大家開工之時 天氣狀況會怎麼樣的變化了 哎呀!禮拜一的大太陽 感覺起來好舒服 不過你有沒有感覺到風吹來有點冷 還真有點冷 因為最主要 就在於北方的冷高壓 還是帶著冷空氣進來 所以在週一的時候 風吹來冷嗖嗖 太陽的陽光是騙你用的 不過只有今天 因為到了禮拜二開始 冷空氣的強度將要開始減弱 而這部冷空氣的 整個影響來說呢 是逐漸的減弱 也就是說 週二週三的時候 冷空氣再減少 天氣勤勞之下 就最主要在於白天的溫度 上升的幅度會更明顯 所以呢 當我們這個中時新聞網的氣象 上架支持的時候 你就想著 禮拜二的中午的時候 台北的溫度可以到20度 舒服啊! 南部的溫度24度 哇!我更舒服了 那這樣可以持續嗎? 呃...持續到禮拜三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最主要就在於這三天 乾燥冷空氣進來 天氣勤啊! 不過呢 日夜溫差相對的會非常的明顯 找出晚歸騎車的朋友 可要特別注意喔 晚上還是冷嗖嗖 冷滋滋的天氣啊! 像在這個雲林 嘉義 彰化 台中這幾個地方 到了晚上甚至會還是在 11 12度左右 所以呢 溫度狀況來說呢 在清晨的溫度 都是天與寒冷的 好! 那我們再來就要講到禮拜四囉! 星期四的時候 有一股微弱的東北季風將要進來 而這股冷空氣的強度的部分來說呢 是偏弱的 因為啊 西伯利亞那裡的冷高壓 整個冷空氣連著兩波的含流 釋放完畢之後呢 在北極這邊的冷空氣 是要花時間慢慢的醞釀 所以呢 目前看來啊 大概醞釀的時間 會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我們的冷空氣強度是偏弱的 不過 我要提醒大家特別注意了 因為星期四星期五是微弱的東北風 所以呢 只有北部的溫度會略微的下降 那白天的高溫部分會隨著 因為冷空氣進來 所以下降一些 晚上溫降幅度不會太多 那對於中南部呢 沒有什麼影響 只有海邊的風會略微的增大一點 但接著到了這個禮拜六 這禮拜六是彈性上班 所以呢 你如果出門上班的話 你要做什麼呢 要背著雨居了 因為呢 華南雲帶將要逐漸的東移了 而這股華南的水氣帶 最主要的影響 在週六到週日這段時間 所以呢 禮拜六的時候 雲層進來 雲層變多了 高溫部分會略降 再加上會有一點點飄雨的狀況 你會問我說雨多大 不會太大啦 華南雲帶的雨都是綿綿的細雨啊 不過這綿綿細雨 到了這個山區的部分 一千多公尺 就變成是濃霧的狀況囉 那到了3000公尺呢 你會問我說會不會下雪 喔有一點點機會 因為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像玉山這兩天晚上 還在零下4.6度啊 所以呢 到了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 隨著華南雲帶的東移之下呢 在中部以北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倒是有一點點降雪的機會 因為水氣發展量夠多 溫度場本來也就夠低呢 不過呢 這一波的水氣發展 目前看來就是到禮拜天 禮拜一以後呢 就只剩下微弱東北風 帶進來的北部跟東部飄點雨 那接著到了下週一週二以後開始呢 微弱的東北風影響 只有北部雲多有點雨 中南部來說都是屬於天氣晴啦 整體的溫度形態來說 寒流你問我說還有沒有機會 目前看來我們要進入二月之時 還是有一點點的機會 不過以資料來看的話 大概要到二月中旬之後的話呢 可能性來說會有一點點 接著到了三月以後開始春藍花開 你就會發現到 每一波冷完之後 溫度上升的幅度相對的 就會變得更為明顯 好祝福大家在這金兔年 新享世成 繼續鎖定中時新聞網 告訴你最新的天氣訊息